尋寶的步驟其實相當容易上手 只要將溪邊的土壤 挖到篩選籃內 再放入溪中清洗 過濾掉多餘的泥沙 接著就可以利用慧眼 來判斷傳說中的寶石了 而且你看它的劍 真的嗎 真的 真的嗎 我真的挖到了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一個超過一萬塊 好 再看一次 沒錯 那個一萬塊 因為你看 那個一萬塊 它的漸層 你看它的層次 他們的梯田 它是那個 我們講說那個 漆龜 漆龜 漆龜泥 漆龜是河豚 河豚的牙齒 而且漆龜要形成化石 真的很不容易 台灣給命 台灣東部盛產綠石礦產 民眾嬰兒瘋狂 前往尋寶 曾一度引起彩域熱潮 而其實在台灣南部的 左鎮地區 也隱藏了一塊寶地 只要你的眼光夠精準 就能夠在河川附近 石貨價值高達百萬元的 黑色寶石 既然有如此發財的好機會 那趕緊尋寶去 老師 這個地方會找到 花蓮找那個豐田玉啊 那你的水比較清澈耶 它這個水是中年不斷 就是說它不會停的 那我們今天要找 你有帶什麼工具嗎 就是要三件工具 三件 這個十字達五島 塞子跟水桶 好來我們來來來 試試看 我們先把這邊的那個地層 先挖一下 先挖 先挖 先挖乾的地方 先挖 這裡面可能就有了是不是 這裡面自己有 看一看有沒有 你真的 你這次做效果嗎 還是你突然就挖一挖 就這樣 你會嚇到我耶 有時候都是會黑色的 老師我先問你一下 很熟悉的話 這裡的黑色寶石價值 如果挖到很高的話是 多少錢 對 推到多少錢 你這個問題 就是跟小朋友問的都一樣 他每次都會問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我是小朋友 可以挖多少錢 這邊的話 最高的價錢 超過一百萬 一百萬 對 你挖到的話是算自己的嗎 算自己的 對 算自己的 可是你可以捐給國家 漂亮 可是 好 我覺得 今天好好挖 老師你大概這一生挖了多少萬 幾千萬的有 你挖這邊挖了幾千萬 對 這有 據說台南左鎮區的菜寮溪 是以黑色寶石為名 只要是內行的當地居民 都懂得沿著這條溪 減食難得的寶物 而鑽研黑色寶石 已經有30年經驗的老師告訴我 尋寶的步驟其實相當容易上手 只要將溪邊的土壤挖到篩選篮內 再放入溪中清洗 過濾到多餘的泥沙 接著就可以利用慧眼 來判斷傳說中的寶石了 神啊 請吃給我好手氣吧 現在就看看那個黑色的 我們看黑色大部分都是 像你這個就不是黑色 這個是黑色 對 多黑 那要很黑 這可不可能是寶石 要黑的發亮 黑的發亮 那這個 而且你看它的劍 真的 真的嗎 真的嗎 我真的挖到了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個差不多 差不多1萬塊 再看一次 沒錯 因為你看 那個1萬塊 它的漸層 你看它的層次 它是他們的梯田 它是那個 我們講說那個 赤龜 赤龜 赤龜泥 赤龜是河豚 河豚的牙齒 而且刺龜要形成化石 真的很不容易 全台灣可能不超過10顆 全台灣不超過10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找 黑色寶石是跟海洋生物有關嗎 對 海洋生物跟路象生物有關 路象是什麼意思 路象就是有包括 犀牛 大象 老虎 這些的或者是熊 所以有可能會找到 長毛象的牙齒 有 有可能 原來我們這次要尋找的 黑色寶石 其實就是所謂的化石 台南佐鎮區由於地質特殊 早期又恰好是濱海地帶 因此地層中散佈眾多的化石 不但種類繁多 數量豐富 還包括了海象和路象的生物種 相當具有研究的價值 老師還告訴我 另外一個尋找保持的方法 就是仿效 雨水沖刷岩石的效果 沖掉表層的樹葉 仔細觀察石塊 我今天的手氣 有可能再創奇蹟喔 我們都是看黑色的 要看黑色的啦 對 有時候是很大塊的骨頭 大塊的骨頭也有可能嗎 有有有 真的假的 對啊 就更大塊的 欸 老師 我又好像 我又發現一顆了 可是它沒有紋路 有啊 它有紋路嗎 對啊 不是剛才那顆嗎 好可愛啦 嚇我一跳 哈哈 我還想看老師的表情 哈哈哈哈 柯姐 老師你真的是 很可愛的一個表情 我好像奇怪 哈哈哈哈 我好皮喔 趕快收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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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 老師 這個是什麼 石 對不對 石頭 石頭我們聽到聲音 聲音 欸 那這個咧 這是尖的耶 喔 這隻是那個鯊魚牙齒 是不是假的 對 鯊魚牙齒 我天啊 我改行算啦 我改行啦 這個牙齒 你今天你共骨啊 我已經撈兩件啦 撈兩件 我還沒撈到 這是這個 很貴嗎 嗯 它這隻差不多一千塊以上 老師說在這裡 比較常尋酷的化石 就是鯊魚的牙齒 而化石的價值 也因為不同的部位 而有所差異 他曾經在這裡發現 最古老的人類 佐證人的牙齒 而且收藏價值高達百萬元 我的幫媽咪啊 不過 老師還通通 真正想要挖寶的話 除了沿著菜寮溪尋找之外 他還有另一個專家 才知道的秘密景點 老師 快帶我去吧 老師 就在這裡嗎 對 這是有土石攤方是不是 不是啊 這也有人挖過了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地形啊 以前是一個像 細湖的環境 細湖 寒水和淡水的交會處 可以說是潮尖帶嗎 對對對 潮尖帶 然後剝一個碗工狀 對對對 碗工狀 然後路向的動物 我們講說犀牛大象老虎 他們的骨頭就沉在這個碗工下面 這邊的地層 差不多四十萬年到九十萬年 四十萬年前耶 這邊有沒有可能是佐證人的 會發現他的東西 這邊除非是上面 最上面那一層 下面這一層都是那個 動物 四十萬年 上面那層可能就是十二萬年 十二萬年比較近代一點 對對對 那怎麼挖來工具來 直接用十字膏 老師這個就是眼睛要厲害對不對 對 一邊看 一邊看就是看它的顏色 像白色的大部分都是背類 那黑色的 剛才我們講的 黑色大部分都是骨頭 或是腳 是 那我是不是不要太用力纏 如果說把這個畫質給纏壞了 對 也會纏壞了 喔 還是要有點技巧 你看人家那個考古學家 還用掃子有沒有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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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毛刷 慢慢慢慢剝 因為有時候就怕破壞掉 那個古老的東西 欸 你又找到什麼嗎 欸 在這邊找到了 那個那個 鹿科動物的牙齒 哇 這好痛 你出運了耶 我出運了 欸 這個 對不起 又要問了 多少錢 三腔的 這隻好幾千塊喔 對 好幾千塊 三腔的 三腔的牙齒 幫我找到了 其實尋找畫質這項工作 並非我們想像當中那麼輕鬆 在艷陽下 還得保持高度的耐心 仔細的挖掘尋找 王老師就這樣自民國八十年期 幾乎不間斷的 每天投入挖掘和研究的工作 對於蔡遼溪出土的畫師 不但做了深入的整理和分類 還有相當豐富的收藏 不如我們現在就前往老師家中 看看他的收藏到底有多驚人 哇 天啊 老師你這裡真是一個 小型的博物館耶 這裡都是你的收藏喔 對啊 是 這是你幾年的心血 這是我差不多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那裡面大概有多少件 大概有八萬多件 你比國家有的這種畫質博物館 還要來的收藏量多 對 還多 這都是在台灣的嗎 對 都是在台灣的 這個是什麼畫質 怎麼那麼大一個 這是腳的骨頭嗎 對 這裡感覺像有個關節 對 有個關節 對 這是那個長毛象的 你說冰河時期裡面的長毛象 我們在卡中看到的長毛象 在台灣有 有 那在哪裡發現的 這是在左正面就發現的 你拿到看 很重嗎 很重喔 比我想像到那種重 這個絕對不太可思議 這長毛象怎麼來的 它在冰河時期就是 我想說台灣就是跟大陸 好像連在一起 那個時候我相信 台灣就是結冰的時候 是整個海平面下降 大陸跟台灣就連結 然後他們動物群就會往 有溫暖的地方 或者有草 有水源的地方 活潛 最後的時期就是說 可能就是冰河時期過了以後 這些生物就留在我們台灣了 這冰河時期的長毛象畫質 據說高達兩萬塊錢台幣 不過我想尋寶的樂趣 除了這個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挖寶的過程 以及成就感 像是燒著我尋過的河豚牙齒 據說王老師花了二十年 才找到兩顆 而我居然只花了不到十分鐘 就找到一顆 真的是太幸運了 老實說 所有的畫質收藏中 最珍貴的部位 就屬於脊椎動物的牙齒了 快拿出你的牙箱寶 來讓我見識見識吧 那這個是黑熊的牙齒 黑熊耶 像我撿的這邊是 四十萬年到九十萬年的黑熊 像現在我們看台灣黑熊 有可能是 有一些黑熊可能就是從越南 從混種 對 混種 這是台灣的真正的台灣黑熊 那你怎麼鑑定牠呢 鑑定大部分都是 我們會從現身的標本來鑑定說 牠是哪一顆牙齒 是這個位子 對 有沒有看到 你這樣看 是這個位子 四十萬年到九十萬 算是舊齒了吧 對 這樣的價值 因為它全台灣都沒有的話 價值會差不多五萬塊以上 來 還有什麼 還有最珍貴的佐證人 你說你有牠的牙齒 在哪裡 這就是人的牙齒 對 這個人類的牙齒 這一顆可能 一開價格 因為我們知道猴子跟人類 所以牠不容易形成化石 這一顆也是在我們 早上那一條溪到的 多久以前 十年前 然後你去鑑定為 牠確實是幾十萬年前的 幾萬年 這一個可能就是 五萬 沒有 兩萬年前的 兩萬年前的台灣人 對 台灣現在了不起 這幾年的台灣人 這兩萬年前的台灣人 所以這一顆是無價 對 無價是 對不對 再一百萬 我就像你一樣 一百萬我也不賣 1971年佐證蔡遼溪出途 目前台灣最早的佐證人化石 為史前人類研究開啟重要的里程碑 透過這些埋在千萬年地層裡的 古生物化石 促使我們能夠一步步追尋生命的根源 因此我們挖掘的 不只是價值非凡的黑色寶石 而是早期這塊土地裡 蘊藏的美好故事 世界之大 無奇不猶 世界之大 無奇不猶 夫爾摩擦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 得命